什么样的音乐才能最接近观众 台东地区学音乐的人不少 但在官邸表演其实也真的要有一些勇气 而要让这些小朋友们在台上表演给现场看 这压力相信一定不少 不过看了多组的表演下来 也不得不为这些小小音乐家来一点掌声 他们展现多元的音乐表演 有的拉琴 有的四首连弹钢琴 让人叹为观止 已经有多次在现场官邸的OpenMy活动 已经成了许多人关注 以及学生们互相较劲的地点 这种难得的登台机会 同学们可要好好把握 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 让我们喜欢弹钢琴的人 可以多一点表演的机会 让我们的舞台经验多一点 行意越来越好 也谢谢县长能够 让我们有这些孩子 有这机会 让我们原住民可以出来 然后一起发表我们原住民的 特有 不是特有 就是音乐天赋 以上的新闻是有杨国柱在台东的报道